我说的这个事非常奇怪 但也是个事实 大家发现了吧 我们湖南防车车友啊 不管走到哪里 都没有出现被人排斥 甚至还欢迎 记得21年12月份的时候 我去桂林 到的时候呢 已经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了 我当时没找到驻车的地方 我就找到了一个桂林山水公园 一个靠西的停车场 我就把车开进去了 进去之后 我发现没有一辆房车 这时候呢 过了一个保安 看了一下我的车牌照 就走开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 我看到有一个保安 向我走过来了 问我是湖南来的 我说是的是的 他说 你们注意这里卫生 然后呢就走了 后来过了一对年长的人 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对我说 你停了这里 没有人管你吗 我们那天也到这里来了 保安让我们停到南门的停车场 南门停车场是专门给房车停的 我说没有啊 保安过来两次也没讲这个事啊 为此呢 我还专门到南门停车场去看了一下 确实那里停了好几辆房车 后来呢 我在其他的地方呢 也是遇到了类似情况 都没人驱赶我 其他湖南的车友呢 也反映 没人驱赶他们 这个呢 就与网络上 有点不同了 我想 这可能与我们 湖南防车车友有关吧 湖南防车车友呢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热情靠客 不仅热情靠客 而且还很大股 不吝嗦 这样的人 就是谁反感 谁驱赶的 第二 湖南车友呢 有边界感 有分寸 湖南车友虽然大方好客 但是呢 不是那种无目的的自来俗 这一点呢 很多车友呢 相处的比较好 如果谈得来 就跟你交心交底 不会出现什么参疑啊 互相的斗啊 倒小心眼啊 这种情况 湖南车友是没有事 第三一个 湖南车友呢 懂位会变通 出门在外啊 必须要会变通 不然的话呢 你处处受逼 每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千万要摆正姿态 摆低姿态 跟当地的人 哪怕是老人 或者是小孩 都要客客气气的 我有一个车友啊 他说 水电就在你鼻子下 有的地方呢 确实是水电不充足 但是呢 我这位车友呢 到哪里都能找到水电 二年冬天的时候 他一个车 在北海的海滩上渡过 当时海滩上是没有水 没有电的 不过他有办法 旁边一个民宿老板 帮他接了水电 一住就是一个月 最后呢 还得益于湖南 房车家族的教育 每年呢 在不同的地方 举办房车大会 都会向车友呢 灌输 文明出行 礼貌出行 这种思想观念 通过我以上的分析 你说 有这样车制的车友 谁不欢迎 不知道大家是这样认为吗 咱们评论去见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